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凌晨,意大利盃準決賽首回合賽事繼續進行 到時費倫天拿將率先助陣主場迎戰亞特蘭大 雙方近況存在較大的差距 費倫天拿近期增盛能力有限,而且剛剛遭遇失利打擊 反觀亞特蘭大近期保持不敗兼處於連勝之中 在此等情況下,金陣不妨看好實力和狀態兼備的亞特蘭大先下一城 另外,M直球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球 雖然費倫天拿如今濟新意大利盃準決賽 但他們的晉級之路可謂跌跌撞撞 球隊在第三圈以及半準決賽中困繫通過殘酷的12碼大戰才驚險過關 的確旁具運氣成分,後運女神恐怕不會每次都眷顧他們 另外,費倫天拿今季整體表現並不能令人滿意 他們聯賽至今僅取得43個積分 只能排在積分榜中游附近的位置 免許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至於近況方面,費倫天拿已經連續三將各項賽事不勝 而且期間每場比賽都被對手攻破大門 合共失了5球之多,防守表現堪憂 由於金將對手亞特蘭大近期攻擊力綁為強勁 費倫天拿後防線金將肯定備受壓力 進攻方面,費倫天拿今季缺乏強力的攻擊手 對中聯賽至今入球最多的基亞高莫、邦娜、 和尼古拉斯、江沙利斯都只是有7球的進將 此等火力恐怕難以有效威脅亞特蘭大的球門 進攻今坐鎮主場 但費倫天拿近期主場表現並不能遇人信心 最近百進各項賽事主場 他們發定時間內感得兩勝四和兩苦 真勝能力明顯不足 今次迎戰內勢洶洶的強敵亞特蘭大、費倫天拿 的確難有招架之力 而在另一邊 亞特蘭大在本屆賽事中競爭力顯然遠勝費倫天拿 前者在第三圈以及半準決賽中分別以3比1 以及2比1擊霸沙索羅和A.C.米蘭 其中客勝A.C.米蘭的表現尤為值得清道 亞特蘭大不僅進級到意大利盃準決賽 他們歐洲聯賽當中也順利殺入半準決賽 而且球隊在29輪聯賽戰霸時取得50個積分 只要接下利盡力搶分 球隊大有希望莫得來貴的歐冠之間 可見亞特蘭大的整體實力確實不容輕視 此外,亞特蘭大近期表現不足 他們已經連續四將各項賽事未曾敗之 兼且處於兩年勝當中 雙龍聯賽更是貧席阿力斯米蘭卓哈 基安路卡斯卡密卡 和道恩古普美拿斯各建一宮 以3比0大炒以甲為免冠軍的拿玻璃 球隊可謂展現出極佳的狀態 其中基安路卡斯卡密卡 更是連續兩將各項賽事都有所見說 他今仗表現值得期待 減於費輪天娜現時不在狀態 相信亞特蘭大這次出征 肯定不會輕易錯過先不投籌的大好機會 陣容方面 前鋒查理斯迪基迪拉尼欣相倦勤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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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